你同時身邊那一集 你有一個很特別的稱號 兒子 兒子 你跟兒子一群的時候 他們是否和你一起去玩 還是不同 每晚我們都是下班 不約而同 一定是那個位置 那幾個位置一定是衣食住行 即是宵夜 喝奶 吃飯 各樣 是不需要約的 你又在那裡 你有朋友 那我坐那邊 是很自然會避免 各樣的 是好玩的 每天都見面 那天見不到 不會有東西吧 是 叫他機 是這樣的嗎 叫他機 如果他回覆機就沒事了 就怕昨晚可能大家 那時候我們也有很多奶在身上 六鼎記 又是我第一次回無線拍的第一個劇 你猜不到24年之後 那邊會找你擔當六鼎記裡面的叛頭陀 人的東西 我自己都覺得是 我用了幾十年的經驗去應付那三天的所有挑戰 大家好 大家好 歡迎收看最新一集的虎炮獵奇 剛才在節目之前看到那段片 就是二十多歲前的車路 應該是二十一歲吧 車保羅 你跟周星馳去問你收拖地 IQ成熟時那段片 帶大家時光倒流 今集的嘉賓就是 POGO 車保羅 我想約了你三四個月都有 有 真的 約了你三四個月 我也覺得是一個罪過 不要這樣說 你是我的榮幸 因為內地工作時辰八字 不是自己控制 是別人控制我 我也不知道明天 到底我去哪間酒店睡 真的這樣 真的搞到這樣 我自己覺得 國瑜這麼說 不夠他事 明天你還擔心 我去哪兒 那這個就是arrangement的問題 我覺得香港arrangement是perfect 內地不是不得意 突然間太多東西 進來而他們的應對 安排 一出錯 就只有演員受苦 譬如這樣說 我通宵了拍攝 然後 就去另一個地方 不是休息 去到之後 立即定妝 先定妝 定妝又改 可以的命好 今天不怕 你休息一休 如果命不好 就給你兩個小時 吃東西 然後就咬 我們現在六十多了 腦子有沒有這麼醒神 但你六十多之後 越來越紅 你在大陸內 這就是靠兄弟 因為很多時候自己都猜不到 但突然間接受 但接受你如何應付 體力各樣 是不同以前的 差一點的 就唯有用幾十年的經驗 去冷靜去面對 我覺得會好些 緊張是沒有用的 發鼻氣也是沒有用的 我反而就是 你給我十分鐘 喝杯好東西 就像這杯愛爾蘭咖啡一樣 喝一口 是 完美 真的棒 這樣就行了 輕輕大過 可以把所有的東西 慢慢來 我對你的認知 我真的 可以小時候看你 絕對是小時候看你演戲 你今年貴庚阿叔 我今年五十二 咦? 跟我們出來walk 那時候差不多 差不差 差了一個彎 跟你差不多十年 如果大家都是在那個位置喝牛奶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哈哈哈哈 我看你 那時候 叫做麗的 麗的 是好 其實麗的 那時候也有人看 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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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紅的巨星 都由麗的走出來 反而無線都有 但是譬如說 張國榮 車保羅 又是電影的 麥兆聰 那些 那些 現在就算是魏絲培 也是 莊正儀 文俊 幕後那些 麥當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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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全部 師兄 師父 全部人才 反而我第一個印象 看到你一定是 因為那首主題曲是蔡豐華昌 就是IQ成俗事 那首歌 看到你 那時候很飆青 因為你是特別高的 其實有很多人 把很多的訪問 把你套用到 你看看當時的張國榮 陳百強 或者鍾保羅 其實我不是這樣看法 因為為什麼呢 如果我套入你的時空間裡面 其實你們當時根本 全部是一起演戲 例如你在麗的 和張國榮一起 是無分比次 大家一起拼搏 爭取機會 不是說 我想問你以前 張國榮怎樣 好像成為一個配角 其實根本你們 大家一起都是演戲 一起都是一個主角 可以這樣說 我們叫做混合一起瘋 當年是沒有的 不會計較你是誰 他是誰 總之下班 一起去喝牛奶 吃飯 各樣 柴娃娃 是很舒服的 但現今 我覺得不是那回事 老的 就坐那邊 年輕的 坐那邊 再分 幾多個派系 適合的便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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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其實 麗的時期 會否就是你回顧整個光景時候 最開心的時刻 是真的可以這樣說 是 一起來便很想回去 那個台 先 看看有沒有特殊東西 有沒有工作接 等等 是很自然想回去 走轉 你知道那時候 那時候告票也是70元 走轉 那時候我住沙田 你住沙田 走轉 走轉 很近 沙田上那一步 你走轉是駕駛車還是什麼 駕駛車 駕駛車 你那時候是 你自己已經駕駛車 已經駕駛車 我們那時候已經駕駛車 即是明白 有部車等於是你的睡房 你一累便上車睡覺 是用來這樣用 不是炫耀自己什麼什麼 即是你幾夜的通告都不怕 那時候 不怕 其實車內也是我的服裝間 劇本 什麼都在車內 不是我家裡的 感激各位支持 有沒有不明白 可以打給我們D100網台專線 電話22971825 22971825